澆玲 Sven 初衡人싸oNI 歡迎大家今天 金剛沙斗的時候 我再加持這個報名表 加持報名表 跟功德主的時候 這個顯現出來的金剛殺頭 是戴這個尖形帽 像世尊這樣尖形帽 尖形帽 這個面孔 顯現出來的面孔 金剛殺頭 顯現出來的面孔 是 盧思尊的面孔 盧思尊的面孔 而且本來是一尊 本來只是一尊 結果就化成 這個千百萬 千百萬尊的金剛殺頭 這個加持了這一次的法會 加持這一次的法會 今天看到的就是這樣子 這個 不過在一個禮拜以前 一個禮 差不多一個禮拜以前 金剛殺頭曾經下降 然後他跟我講 他說 最早的時候 龍樹菩薩的時代 龍樹到了南天圖 開了鐵塔 金剛殺頭顯現 然後給龍樹菩薩呢 一個是金剛戒 曼陀螺 一個是胎場戒的曼陀螺 給了他這兩個曼陀螺 也等於把密教 全部給了這個龍樹菩薩 上個禮拜金剛殺頭 下降的時候 他告訴我 他說我給你的 跟龍樹菩薩的 給龍樹菩薩的 是一樣的 是一樣而且沒有差別 一樣而沒有差別 我聽了 覺得說 龍樹菩薩 是非常偉大的菩薩 他是偉大的菩薩 那金剛殺頭給我 這個 跟龍樹菩薩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說 不能夠太驕傲 要謙卑 謙卑 再謙卑 而是真實的謙卑 不是假的謙卑 所以說最近在寫這個 解脫道口訣 解脫 解脫道口訣 解脫道口訣 我就不能夠 麻糊 不能夠 麻麻糊糊的寫 好像是說 寫了 但是 一定要很正確的寫出來 而且不能夠有差錯 不能夠去誤導眾生 解脫道口訣 我不能夠去誤導眾生 一定要寫的 非常 讓大家能夠明白 而且不能夠有差錯 所以寫得特別認真 今天 那個 德輝上司的車子來接我們 我還在寫 所以就稍微出來一點 就稍微 稍微出來一點 又不能寫 不能夠誤導眾生 因為這一本書解脫道口訣 非常重要 就從家型開始 然後到了本尊 這有本尊 再轉到這個 九節佛風 金剛宋 寶貧氣 然後再講到 著火 明典 然後再講到 化光 到這個無上祕 才從無上祕 然後再到大圓滿 四種灌頂 四種灌頂 通通都要寫得很清楚 但是 這樣子寫 很很 必須要寫得很那個 不能夠有一點點的偏差 所以要很小心謹慎 那雖然 金剛宋 都這樣子講 但是我們還是要很 非常的細心 來完成 這一件的 這個 解脫道 你既然解脫道口訣 就是要重要的重點 通通都要講出來 謝謝 那麼今天的這個金剛宋 他我們知道的 今天也有 灌點金剛宋 其中 還有 哈魯嘎 哈魯嘎語 就是金剛宋 百日明 就是金剛 哈魯嘎 百日明的咒語 也一樣一起灌點 這個灌點是非常特殊的 在密教裡面 金剛薩豆 就是教主 他本身就是教主 他代表了 阿達爾瑪佛 代表了 普賢王如來 那麼他也 代表了 岩始佛 還有代表了 五方佛 五方五如來 代表了五方五如來 所以他是屬於密教的教主 密教的教主 對金剛薩豆 是最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 那麼他的智慧 也是不得了的 因為在賢教 賢教認為 金剛薩豆是密教的 這個法皇子 賢教以為 他就是普賢如來 普賢菩薩的法身 有人認為是普賢菩薩的法身 也有人認為 他是大士智菩薩的 大士智菩薩的法身 都是法皇子 在法言世界有兩個法皇子 一個是文之施利菩薩 一個就是普賢菩薩 一個是其師子的 就是文之施利菩薩 其相的 就是普賢菩薩 在淨土三尊裡面 觀世音菩薩跟大士智菩薩 都是法皇子 所以金剛薩豆這個法皇子 這一尊 等於是密教的教主 他是非常偉大 而且遵從的 他的智慧無窮 而且他有他的憤怒尊 有他的憤怒尊 他首先這樣子寫 金剛薩豆在密教是最尊貴的一尊大菩薩 是必如這那佛 以金剛界大曼陀羅 入一切如來 普賢三位而出生的 岩始佛 就叫做本出佛 又叫做多戒嗆 也就是普賢王如來 阿達爾瑪佛 金剛種齒 他化身為五佛 就是中央 畢如這那佛 西方阿彌陀佛 東方阿出佛 南方寶身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五佛的法皇子 就是金剛薩豆 是一切如來的菩提金剛心 是五佛教化眾生的法身 是一切如來的法皇子 他是唯一可以代表金剛聖的 也就是金剛薩豆 最尊貴的 他的這個能力跟文殊施立菩薩 是等同的 沒有分別 文殊施立菩薩 是等同的 是金剛薩豆 既然是金剛薩的 在金剛薩的金剛薩 是金剛薩的 也是金剛薩的 是金剛薩的 一切如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